长穿的鞋子变得挤脚 是鞋的错还是脚的错 拇指 这个脚趾往外翻了 出现某男人骨头错位了 外头又又肿了 所以说显得这就是像个大包似的 脚痛是小事 无需太担心 穿高跟鞋引发的脚疼 最后怎么样了 他最后得手术治疗 穿完高跟鞋一天了 累得脚疼的 难道我们还要去手术吗 出现炎症了 已经变形了 我们必须通过手术来矫正它 专家带您揪出脚痛背后真凶 敬请期待 养生秘方何处藏朋友圈里来帮忙 大家好 我是解风 阿智小鱼在身旁 让您养生不迷茫 我们陪诊团呢 这两位主持人都是资深的主持人士 主持人有俩毛病 第一个毛病 嘴上爱说话 不停地�it咯嘀嘀嘀嘀嘀嘀嘀aji 第二个毛病 在腿上 我觉得您两位肯定比我要严重 嗯 脚疼 你看小鱼这头啪啪点着 这叫小鸡灼米 因为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 我才有做的权力 因为很多的节目是需要站着的 对 有一个主持人要穿很高的高跟鞋 对 穿十厘米的高跟鞋 哎呦 当脚拿出来那一刹那呀 我都不敢回弯了 都给和好一会儿 这个脚慢慢慢慢的 才能逐渐伸展 那脚就疼了 其实像我们这些男主持人也是 有时候我拍一期节目 不是一起 比如一天拍五期节目的话 那这就是站五个小时啊 也很疼啊 脚也麻 你跺你也麻 其实吧 脚疼这个事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 有人走路多了脚 对吧 我是站时间长了 疼 那有些人鞋穿不对了 他脚也疼啊 对不对 那我同样是站着 我穿一双带根的鞋和平底鞋 我脚疼的程度就不一样 但是从今天新闻里这个主人公 他这脚疼可不一般 我们呢 一起来看一看 市民李女士因爱美和工作需要 常常穿高跟鞋 但近两年来 她发现自己的双脚脚掌变形 大脚趾骨包一碰就疼 很多鞋也穿不进去了 平时特别喜欢穿高跟鞋嘛 尤其是前面尖尖的那种 就显得脚比较羞气 好看嘛 后面就脚痛 一走路就痛 一走路就痛 就医检查后发现 患者的拇指向外侧过度倾斜 关节过度凸起 还有与鞋子摩擦产生的红肿疼痛 情况严重 必须手术治疗 她本来大脚趾之里的关节是一条直线 现在已经弯成了一条角度 关节向外突出 需要通过手术进行矫正松解 双足承受着人体的全部重量 这种问题不仅影响美观 还影响着足部生物力学结构 如果病情严重 还可能引起膝关节 骨盆 腰椎 颈椎等疾病 手术是唯一选择 你们看看 不是我吓唬你们吧 都是穿高跟鞋引发的脚疼 最后怎么样了 她最后得手术治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完什么感受 我觉得那个片子里演的 就是我们这个切身的感受 而且我看完她 我都跟她一样的脚疼 咱们一般也都是穿高跟鞋之后 脚拿出来 掰一掰 揉一揉 然后拧摸拧摸 感觉可以舒展开了 我可能还得还两天 那你说像我跟志姐这样 穿完高跟鞋一天了 累得脚疼的 难道我们还要去手术吗 行了行了 你们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这事咱这样 咱也别吓唬电视间观众朋友 这高跟鞋带来的美丽代价 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专家 来为大家解答 掌声有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 骨科病区主任杨茂伟老师 欢迎杨老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杨茂伟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骨科病区主任 全国十家骨科医师 国际绞刑与创伤外科学会 中国部足怀外科学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 足怀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分会 足怀工作委员会委员 健康朋友圈节目内容全新升级 公益问诊热线接听不断 如果您有关健康的任何问题 或者是参与帮您约名医环节 欢迎您拨打栏目电话 024-2318-6065 向我们自学 这里有千位主任医师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杨主任您看 咱们大家呢 都被刚才新闻里这个女孩 也给吓走了 你看一开始 简单的脚就疼不疼 疼那么一点 那么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不算什么 他为什么这个人 他到最后 他就需要用手术来解决脚疼的问题呢 您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 给大家讲讲呗 这个女孩的脚确实不正常 这不正常呢 我们临床叫母爱翻 大伙儿经常说呢 叫大脚骨 母爱翻呢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看这个脚的模型 拇指 大脚指的第一个呢 叫拇指 这个脚指呢 往外翻了 你看 这个脚指呢 平时是这样的 它往外来了 来来了以后呢 这个铁丝的部位 就是说呢 它会出现肿脏 不舒服 这个病呢 就叫母爱翻 那你说杨老师 这女孩就是因为母爱翻 她才得做手术的 是吧 你还说就女孩得着病 女性得着病多 对不对 对 你们熟吗 哎呀 我特别想给朋友们 讲讲我的一个经历 就是也是由我一个好朋友 然后我们俩平时喜欢去泡澡 然后我们一进这个澡团 之后我就光看它一脚 我就愣住了 因为它身材啊 跟我差不多 因为我脚 我脚比较小 我就穿个三四的鞋 我说 哎你怎么穿这么大的鞋 它快三九四零的鞋了 它就是母爱翻吗 真的是母爱翻 因为她脚会很宽 特别的吓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 只有看我姥姥脚 好像才才会 变形了 变形 才那么宽 我以为就是母爱翻 就是岁数大的人才有 母爱翻呢 其实这个病呢 很多原因 有一部分是遗传 实际说呢 有的时候啊 现在有的时候笑话 相亲的时候啊 一定要赶着夏天 看看脚型对不对 真的 对啊 母爱翻呢 实际上最高发呢 是一个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 特别是女孩 再加上呢 女孩 她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爱穿高耳鞋 两个加在一起 所以说呢 女性呢 发病率就特别特别高 但是像片中呢 这样呢 她呢 相对来说 她已经出现炎症了 已经变形了 这个时候呢 她已经走路 影响走路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手术治疗了 我现在就关心什么呢 你说刚才那女孩 新闻上我们看图片 能看出来 她是脚外面看 骨大包 对吧 我现在想 这骨头也没变化 不还一样呢 这包从哪儿骨出来的 是这个关节骨大包啊 是这个骨头大了 还是骨头歪了 还是错位啊 对 是骨头 是这样歪了 还是这骨头就变大了 还是哪儿呀 怎么的呢 我就没看出来 就怎么比别人多了一块呢 对 就像多了一块骨头一样 对 对呀 我没找到多哪儿呢 那你没找到就对了 那你没学乙嘛 要不找我 你要都会了就不用了 我来了 对吧 对吧 它这个呢 主要是一个母爱帆呢 实际上 它骨头呢 没多多少 主要是一个错位 你看我们现在要想脚呢 维持这个位置 必须这个脚呢 是肌腱来维持的 这个母爱帆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分开了 就你看 我这么使劲转 它就往外来了 往外来了以后 这地方呢 出个包 就是骨子增生 骨子增生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呢 它就会出现母囊炎 刺激 这骨头错位了以后 它刺激周围的这个圆组织 就会出现炎件 所以出现母囊炎 出现母囊炎 骨头错位了 外头又又肿了 所以说呢 显得 这地方像个大包似的 还有极端呢 像个均匀的眼睛 眼泡似的 所以非常非常不好看 我们必须通过手术 来矫正它 让它回来的这间正常的位置 所以说呢 每个人都不一样 它呢 治疗方法非常非常多 手术呢 有上十种 上百种 手术方式啊 对啊 这些呢 需要我们 到专业的 足怀外科的医生 来给你进行解决 方法非常非常多 是个个性化的 千万不能说的 哎呀 我的骨头 有包就去掉包 就完了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 去治疗 啊 手术治疗 那老师 您说这个女性 患者的母外翻的 几率会大一点 那男性就特别低吗 像铁峰哥这样 有没有这种风险呢 这个机会了吗 嗯 您不用再说我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是从脚疼开始说起的 所以说 一定要重视脚疼 这件事 而且 不管是男人也好 还是女人也好 不管是遗传因素也好 还是这个 穿高尔鞋的外部条件也好 不管什么呀 我们都应该重视脚疼问题 不论男女老少 那么我们现在 就这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没有 确诊的那些脚疼 是不是母外翻引起的呢 对吧 母外翻 是不是女人 专属的疾病呢 这些事 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测试 来进行判断 实际上呢 第一个测试已经完事了 咱们已经测试完事了 这还什么都没说呢 测的 什么时候测的 让老漫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费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英都孝船兵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公司公立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283-7999 便宜真便宜 便宜真便宜 7月10日至7月18日 东阳几道红木工厂 现将库存千款精品红木 全部两折起工厂价销售 花梨小方凳每天限量价99元 古典花价金爆价299元 黑钻制班台两件套 一口价18000花梨商发 电视柜餐桌倒床 全物26件精品家具 仅需39800 红木博览会 放心来消费 全部工厂价 卖柜裴差价 品质饱满意 假依旧发誓 7月10日至7月18日 尽在沈阳中街 盛京龙城商场四号门 每天打电话 报名的前50名道场顾客 免费领取198元红木筷子 或手串 活动热线 400-7655-008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洋中医文化 北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高真堂中医门诊 开设风湿骨病特色科室 采用外引内供骨病疗法 外引风 含 湿 鞋 鞋 内供通心活络 揉筋 剑骨 引其鞋 弓其病 对于颈椎病 腰椎病 风湿 肚性关节炎 等各类风湿股病疗效显著 先开放100个棉额 免专家费 免咨询费 治疗有补贴政策 报名热线 400-1044-789 先开放100个棉额 免专家费 免咨询费 治疗有补贴政策 报名热线 400-1044-789 走路不给力 穿鞋又挤脚 原来都是母外翻惹的货 它所带来的疼痛不容小觑 严重后引发炎症 就必须要手术解决 专家现场测试 找出母外翻背后的 治疼风险 咱们看两位陪审团美女 答案就出来了 这第一轮测试就是说 女性在母外翻多得好发 杨老师 那你说我们女性是几率比较大 那难道男性就没有了吗 他们肯定也会有几率的呀 比如说像铁峰哥 你说父母都遗传的话 对不对 有啊 所以说母外翻还有一种原因 像铁峰呢 他呢 由于自己相对来说胖一点 他老想减肥 运动 这个运动 外伤以后就会出现母外翻 特别是做一些 跆拳那样的运动 用脚去踢这个板 而这些呢 这个拇指受外伤以后 造成拇指肌肉的不协调 也会出现母外翻 我觉得 就是他们想陷害我 但没成功 还想继续努力 那咱们就接下来直接进入第二轮测试 接下来呢 咱们做几个动作 咱们第一个动作呢 把手拿出来 把小手指头呈90度 我掰不到我就能掰到这儿 那正常呢 我也掰不到 好 你和我一样指定正常 你看 这是好的呗 对啊 这个掰完了以后 你看他俩的角度相对就大 我掰到他那角度就蛇了 对啊 接着呢 看拇指 拇指往下压 往下压 然后呢 往这个手腕接触 能靠到这前臂不 这个都不怎么敢能了 请问我去离开 哎呀 脚子到头了 到头了 手可硬了 下一个动作呢 可以把伸直 这个伸直了以后 直接手往下够 一个手扶到上臂 然后往下够 我看铁锋那哪 你看 这个呢 可以做三个动作 然后我告诉你们答案 如果我们这三个动作呢 都能超过 像手指能够超过90度 小手指道 拇指能够切到贴伏到前臂 通过走关节 能够过张 反张的话 就我们可以诊断 印带松弛 啊 老师 不是 这叫这个 我以为是有韧度吗 对 我也有 就是啊 手软是不是 对啊 远呢实际上 对年轻的时候好 相对来说远呢 这个各方面 这个活动相对好一点 但是随着年龄增大 我们的各个肌肉呢 它相对来说肌肉的力量就减弱的时候 这个呢 脚就会出现一些畸形 像我们提到的母爱帆 扁平竹 这些呢 脚就会塌陷了 正常的猪公没有了 脚趾呢 就会往外歪 这样的话呢 我们像小鱼哈治非常穿 按尖头的鞋 尖头鞋的话呢 这一挤呀 这脚趾就往外歪了 那也就是说 其实也并不是柔韧性使劲练就好 对 你们三位 现在有韵性差的时候 通过锻炼是好的 如果有些人先天有韵性特别好的时候 这样的话呢 到了随着年龄增大 这个就会出现畸形的发生 其实啊 通过杨老师这讲解 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韧带啊 就像你这模型上 这钢筋似的 对 韧带松弛 说明这弹簧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这骨头不就散架子了 对呀 是不是这道理 对呀 所以说人在一定情况下 这个韧带 还是有点力量比较好 那不是说筋越长越好 说这个腿啊 越软越好 那得分什么样的时候 对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不过咱们陪诊团 还有咱们电视机前的 这个圈友们 你不用太担心 我们在这只是给大家 做一个小测试 导致母外翻的原因是很多的 我们不能够轻视任何一个病因 对健康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测试 这个测试呢 其实陪诊团也已经测试完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在今天我们节目录制之前 导演让你们拍自己邪柜的照片吗 这个就是本轮测试题 两位介绍一下吧 对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个鞋首先是不少的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你看我展示的时候有两款鞋 这个一个白鞋 黑鞋 这个运动鞋啊 一方面运动鞋 选择这个底厚一点的 运动起来 这是不是不累脚吗 嗯 当然还有一堆的这个根鞋 一个是夏天又漂亮啊 然后又显示女性的丰富优雅呀 我这穿什么鞋呀 就取决于我穿什么衣服 你看有的时候吧 比如说我运动肯定穿那个运动鞋呀 对不对 但有的时候我上班啊 录节目我就要穿高跟鞋 这样显得人很挺吧 对 所以呢运动鞋和高跟鞋我是比较多的 哎呀听完你们两个介绍啊 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啊 现在真是在那讲鞋呢 其实我们要研究这个 对不对 忘了讲脚了 杨老师 您给点评一下 啊鞋呢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 穿在脚上 舒服舒服自己最知道 哎 这个都知道 实际上鞋呢 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用途 哎 尖头鞋呢 确实我们呢 对于一个硬带松弛的人 哎 这个或者是有母爱翻的人不太好 哎 这样的话呢 你会加重这机型 运动鞋呢 实际上鞋底厚一点 确实有一定好处 但是鞋底厚呢 不代表里头的形状好 所以说呢 有一些鞋底厚 一定要看他没有足弓 这些鞋呢 总的来说 穿什么都可以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根据鞋的磨损的地方 来判断 如果我们前帮啊 就是说的前鞋头那个地方 内侧 如果经常坏的话 就说明我没有母爱翻 有脚的畸形 如果外侧坏的话呢 说明我们的脚呢 走动的时候呢 它相对来不是特别正 像八只脚这样按摩损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可以拿着鞋底看一看 我哪地方按摩损 这样呢 我可以初步判断一下 我们的脚有没有毛病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 谈到这儿啊 最终应该明白一件事 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是老的还是少的 我们都想拥有一双健康而又美观的脚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够降低这个母爱翻的发生几率呢 首先呢 我们知道脚呢 它的变形呢 主要是一个脱位 脱位的情况下呢 就叫肌肉要强壮 怎么了肌肉强壮呢 你看我手里拿了一个网球 我不是为了打球 这个呢 我们可以放在脚底 你看脚底 用脚呢 脚子都来抓它 抓它 来固定它 锻炼脚趾的力量 同时呢 也可以在脚心 按摩 竹梁嘛 这不说了吗 这个竹梁嘛 做足疗呢 肺足疗嘛 按摩脚的穴位同时 来够促进脚底的血液循环 观众朋友啊 其实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从一个脚堂 谈到了母爱翻 给大家从母爱翻的发病原因 一直讲到了 降低母爱翻 发病风险的各种措施 其实这些都是希望大家 能够重视这种疾病 你别等到风险来临之后 才去想办法去解决 我们最后的办法 当然就是接受各种各样的手术 当然手术现在可能也很完美 对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 足部的健康 让我们双脚得以解放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 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印度哮喘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爱呼吸不必活动 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对常见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高真堂中医门诊 开设风诗骨病特色科室 采用外引内供骨病疗法 外引蜂 痰 痴 鞋 内供通心活络 揉筋健骨 引其鞋 攻其病 对于颈椎病 腰椎病 风诗 类风诗 骨性关节炎 等各类风诗骨病疗效显著 先开放100个棉额 免专家费 免咨询费 治疗有补贴政策 报名热线400-1044-789 先开放100个棉额 免专家费 免咨询费 治疗有补贴政策 报名热线400-1044-789 仅需39,800 每天打电话报名的前50名到场顾客 免费领取198元红木筷子或手串 7月10日至7月18日 尽在瀋阳中街 盛京龙城商场4号门 哮喘 气管炎 慢阻费 燕都有把握 本栏目感谢沈阳燕都哮喘病医院特别支持 找名医 约专家健康朋友圈轻松帮您搞定 您可以拨打栏目电话024-2318-6065 向我们来求助 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向我们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被您解决 再次感谢杨茂伟老师做客 我们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为我们细致讲解了母外翻的相关内容 如果您也有同样的问题 一定要及时就诊 别让疼痛继续折磨你的双脚 少穿高跟 多穿平底 身体有远 需警惕 女性朋友要注意 脚趾疼痛 别大意 要想双脚美丽 及早矫正是第一 我是谷歌姚茂伟医生 我们下期见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节目到这里就开始